女友嫌我烦 分手后他却跪求我别走 女友的男生回来了 他立马把我调到外地的分公司 大家都说我要被女友抛弃了 毕竟我俩身份天差地别 后来我听见他跟人说 天天跟我待在一起 很烦 我忽然释怀 提出了分手 逐渐适应独自在外地的生活 他却不停追过来 为求我看他一眼 不惜在雨中提着蛋糕 等了五个小时 可迟到的爱 再申请也没有用了 从早上进入公司大门开始 我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对我说恭喜 进入办公室 带我的师傅 也是公司的设计总监养王 拍拍我的肩膀 眼神鼓励 小林 以后要单打独斗了 加油啊 师傅相信你的能力 我莫名其妙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 公司群里发的通知 你没看到吗 师傅也很诧异 是早上发的吗 我在开车 没看手机 说着我按亮了手机屏幕 放大那张通知图片 一字一字读出上面的内容 我像是被施了定身术 久久不得动弹 小林 这个吊任你是现在才知道 不是刘总跟你商量后 才定下的 师傅的声音将我换回神 我尖色的扯了扯嘴角 露出尴尬的笑容 哦 他之前跟我提过一嘴 当时我在忙 没注意听我下意识 替柳如烟找补 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 事实上 我确实是刚才才知道这件事 我只知道 之前柳如烟定下的人选 是我们部门的另外一位 有经验的设计师 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换成了我 我是集团总部研发部的一名高级设计师 也是柳如烟的男朋友 他不禁商量 未经过我的同意 直接发布调任通知 将我调派到临时的分公司任设计总监 虽说是升职 从长远看 对我的职业发展 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 但这不符合公司调任流程 于公于私 柳如烟都得给我一个解释 可我联系不上柳如烟 一整天 我都打不打通他的电话 他的助理只会礼貌地搪塞我 柳总出差了 他特意交代 行程保密 不好意思啊 软设计师 作为下属 我也只能服从命令 他的电话 我现在也打不通 不过您放心 一联系上他 我立马汇报 您找他的事 这熟练的敷衍态度 仿佛在打发那些 有求于柳如烟的小老板们 我明白了 柳如烟在夺我 柳如烟也知道 发布了这则调任通知 我肯定会去找他的 可能他还没想好怎么解释 或者 干脆懒得应付我 直接夺了起来 下班后 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家里 却接到好朋友的电话 他说在亲戚家 新开的会所里 见到柳如烟了 麻烦你帮我问一下 那个亲戚 看看柳如烟在哪个包间 谢谢了 挂完电话 我就匆匆打车 赶去那个会所了 去的途中 朋友把柳如烟的包间名字 发给了我 站在包间门口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握住门把手 轻轻旋转 刚把门推开一道细缝 里面传来清晰的说话声 你真把阮林调去C城的分公司了 这是柳如烟从小到大的好闺蜜 成宁 也是我们集团的一个小股东 恩柳如烟漫不经心 不是我说 你们可是从小到大的感情 以后分隔两地 你舍得 柳如烟沉默片刻 语气漫不经心 天天粘在身边 确实有些烦了 我握住门把手的左手 莫第一警 他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你就不怕他来找你闹 分公司等着用人 他不是那种不顾全大局的人 即使找不到我 他下周一 也会准时到港的柳如烟 语气轻快但笃定 我凉凉地笑了 是该感动他如此了解我吗 C市分公司的总监 前段时间被对家恶意高价挖走 留下一堆烂摊子等着收拾 这几天就算联系不到柳如烟 等不到他的解释 我也确实准备下周一 就去分公司报到 他说得不错 我的责任心 让我没法放下 分公司设计部乱成一团的现状不管 那边等不起 我是想着 实在找不到他 我就先去那边顶着 等以后找到合适的人了 再把我换回来 除了我这个 只想留在柳如烟身边的人 其他设计师 应该都不会拒绝 这样的生智机会 可是 当听到他那句确实有些烦了 忽然间 我像是失掉了所有追逐他的勇气 这两年 我不是没有感觉到柳如烟 对我越来越多的不耐烦 但我也只是略有失望 还安慰自己 在炙热的感情 也有慢慢变平淡的一天 这很正常 谁让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呢 谁都不可能做到 在感情中永远保持热烈 永远精力旺盛 可是现在 毫无征兆的 我泄气了 可能是 长期积累的失望 终于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我忽然想放过自己了 不想再千方百计地给他找借口 我不能再自欺欺人 我得证实现实 柳如烟不再爱我了 对于我们的感情 叛逆了 最终 我没有走进那间包房 还需要什么解释吗 我不想自取其辱 握住门把授的左手垂落下来 我转身离开 接下来的几天 我忙得团团转 忙着交接手头的工作 办理各种手续流程 忙着打包行李 采购生活用品 寄快递 C市的分公司虽然规模不大 但处在上升期 有机会大展拳脚 我想 可能要在那里待很久 以后定居在那边也说不定 我得考虑周全 把该准备的都准备齐全 周日 我独自一人开车前往C市 周一早上 我准时到公司报到 接下来 我一头扎进工作里 忙得昏天暗地 前任总监临时跳槽 留下的烂摊子 足以让我没工夫想任何事 等所有工作里顺后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我这才惊觉 我跟柳如烟 已经一个多月没联系了 在以前 这对我来说是不敢想象的事 可是真正发生了 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 曾经 我恨不得时时刻刻 陪在柳如烟身边 一天都不跟她分开 现在 一个多月不联系 我每天一样生活 没有任何不识态 连失眠都不曾有过 更神奇的是 这段时间 我甚至很少想起她这个人 手上的工作终于都理顺了 我也能喘口气了 这天晚上 我请了部门的同事们出去聚餐 有位同事的工作 需要经常跟总部那边联系 从她那里 我听到一个消息 听说总部行政部空降了一位经理 来头挺大 叫什么来着 对了 扬州 她来报道那天 是刘总亲自带进公司的扬州 我愣了片刻 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 难怪 我轻笑 一直没得到的那个答案 这一刻变得清晰明了 刘总亲自带进公司 那来头确实挺大 这位洋经理多大岁数 长得帅嘛 部门年轻的小姑娘 开始八卦起来 年龄应该和刘总差不多大 长得像男模 会不会是刘总的男朋友 不知道 不过我好像听说 刘总有一个稳定交往的男朋友 真的吗 对了 阮总 你一直在总部工作 见过刘总的男朋友吗 几双眼睛齐刷刷朝我看来 闪烁着求知的欲望 我装傻 不太清楚 不过 我觉得咱们阮总跟刘总也挺般配的 男帅女亮 你们站在一起的那张照片 看上去不知道多扬眼 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呢 这位女同事语出惊人 有人亚然 什么 阮总和刘总还有合照 不是他们两人的合照 还有其他人 不过就他俩最显眼 我刷公司的公众号时 在一篇报道里 无意间看到的 因为他们两人过于赏心悦目 我这个眼狗就顺便保存下来了 说着这人拿出手机 把照片找出来展示 众人都伸长脖子去看 刘总的身体 好像再朝阮总这边倾斜 真的很般配业 是吧 我之前还偷偷磕过他俩的 CPU撇了一眼照片 立马想起来 是在什么时候拍的了 三年前 那时我刚进入集团 刚好赶上新品发布会 当时 是我要求柳如烟 先不公布我们的关系的 办公室恋情 很难不被议论 尤其是 柳如烟还是公司总裁 我不想让自己变成 同事们讨论八卦的对象 柳如烟为此不开心了一段时间 说在公司 都不能光明正大来找我了 连吃饭都不能一起 像是在搞地下恋情 那天发布会 有媒体来拍照片 我们研发部的几位设计师 站成一排 柳如烟最后一个走过来 他却故意没有站在C位 而是像是无一般 站在了我的旁边 杨老拉他去中间 他拒绝了 说 今天的发布会 您是最大功臣 李英站在中间 当主角 说着他还故意把身体 往我这边倾斜 我低着头 悄悄往旁边挪动脚步 忽然 背在身后的手 被人拉住 我愣住 朝他看去 这人却装得一本正经 对着镜头露出 标准的营业笑容 没人知道 堂堂刘总会一边面对镜头 一边在背后 抓着旁边男子的手不放 就这样 合照被拍了下来 后来还发表在公司公众号上 现在回想起来 我承认 也感受得到 柳如烟确实爱过我 只是 岁月流逝 看似平淡 却能量惊人 他能让爱变淡 消失 连续几天 我看到柳如烟 都在更新朋友圈 不是跟朋友出去骑马攀岩 就是在会所里醉生梦死 看来 没有我在身边 他过得很潇洒 那些照片里 无一例外 我都能看到扬州的身影 柳如烟一向不喜欢 展露自己的生活 朋友圈更是常年不更新 不知道是不是扬州的出现 改变了他 激起了他的表达欲 不过 这些我都不感兴趣了 现在 我满脑子盘着的都是新品的设计方案 那些朋友圈里的照片 我也都是扫一眼就放下了 这天下班后 我还在办公室里修改一套设计稿 电话响了 看着屏幕上的名字 我微愣 是一个多月没跟我联系的柳如烟 电话一接通 熟悉的清冷嗓音从听筒传来 他轻笑 宝贝 还在生气呢 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 看着窗外的灯火阑珊 内心一片宁静 虽然过去一个多月了 但我已经商量就把我调走 你是不是还欠我一个解释 我这不是 想给你更好的发展机会吗 我知道你舍不得走 不想离开我 如果跟你商量 你肯定不同意 所以你就先斩后奏 柳如烟 你不会不懂 这完全不符合公司的人事变动流程 如果换个人 可能直接撂挑子走人了 你不过是仗着我的不忍心 和责任感零号 我错了 但我真的是为你好 这些年你在公司做出的成绩 我也看在眼里 你有能力有才华 完全可以独当一面 你在总部已经三年了 经验也积累够了 只差一个能够尽情施展的舞台 分公司的设计部 就是我送给你的跳板 跳往更高的台阶 还真是巧舌如簧啊 如果不是亲耳听到的那句 天天黏在身边 确实有些烦了 我怕是相信了他这套说辞 甚至感动他的良苦用心 检讨自己是不是太任性了 是因为扬州吗 他一回来 你就把我调走了 我直接了当 什么 跟扬州有什么关系 我说的都是 他的话被旁边的男生打断 如烟 等一下能坐你的车 和你一起去吗 即使隔了几年 隔着电话 我也能听出来 是扬州的声音 你们要一起去吃饭 我问 是 我直接挂了电话 想了想 我给他微信发了条消息 分手吧五 五 回家后洗完澡 拿起电话 我发现上面有几十个未接来电 都是柳如烟打来的 征松间 电话又响了 零号 你什么意思 我表达得很清楚 分手 没经过你同意 擅自将你调离 是我的错 我跟你道歉 可我确实是为你好 你可以去问你爸和你哥 去分公司 任设计总监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到底是为我好 还是为你自己好 我冷笑 为什么要这么说 那天晚上 我在会所包厢门外 听到你说的话了 我一直一句重复道 天天黏在身边 确实有些烦了 零号 我 你听我说 那天我喝了点酒 口不择言 这不是我真正的想法 酒后吐真言 不是吗 不是这样的 不只是因为这句话 我语气淡淡 这两年 你对我的态度 我能明显感受到 柳如烟 承认吧 你确实腻了 厌烦了 懒得看我出现在你身边了 我离开了 如你所愿 你不该高兴吗 那边沉默良久 我不答应分手 你现在只是冲动 我给你时间 我们好好冷静一下 零号 过段时间我在联系你 无所谓 反正分手又不是离婚 不需要经过他同意 连续几天 柳如烟的朋友圈 都是他喝得 鸣鼎大醉的状态 我默默将他屏蔽 眼不见心不凡 最近事情很多 除了新品的设计 部门还新招了 三位新同事 之前的设计师中 只有两位有带人的资历 我给他们一人分了一位 剩下一位新人 只能自己带 我叹了口气 团队还是缺人啊 却有能力 有经验的设计师 庆幸的是 我带的这小孩 人机灵又勤快 是个好苗子 就是吧 有点太事故圆滑了 自从叫了我一声师傅起 每天早上都会给我带一杯 楼下咖啡店的手末咖啡 有一次 午休时间 我的办公室门开着 他路过时 看到我在吃面包 大为惊讶 师傅 你午饭只吃面包 有一份报告急着赶出来 没空出去吃 也忘了订餐 我指了指屏幕 分部不向总部规模大 这边没有内部食堂 有时候加班 急着改任务 我就会忘记吃饭 等饿的时候才反应过来 我就买了一大箱面包 放在办公室 来不及吃饭 或者饿了时候 就会胡伦腮块面包解决 师傅 你等等我 顾晓晓丢下一句话 就匆匆离开 十分钟后 他拎着一份 打包精致的饭菜回来 只有这家没人排队 我怕您饿着 就匆忙先打包回来了 也不知道 合不合您胃口 您先将就一下 我看着打包盒上的 logo 一时无语 知道为什么 只有这家没人排队吗 因为贵贵嘛 他的质疑真心实意 想到他平时的穿着打扮 以及那辆上班时开的跑车 我明白了 富二代无疑 从那天过后 顾晓晓每次中午点餐 都会给我点一份 我发给他的餐钱 他全部拒收 我知道你不缺钱 但也不能这么浪费啊 你家里的钱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是你爸妈辛苦挣来的 对不对 他笑嘻嘻 我爸说了 他们那个年代 徒弟拜师是要磕头的 年节还要带着礼物上门拜访 您是我师父 我孝敬您是应该的 每天点一份餐算什么 我爸还嫌我寒碜的 还说要挑份礼物 让我送给你 千万别 否则我不带你这徒弟了 我威胁到 好吧 他还挺委屈 每天下班 只要我不走 顾晓晓也不走 我的事情多 经常加班 你做完了自己的事 就正常下班 我们公司 不用搞领导 不走下属 就不能走那一套 那不行 我也要多学习啊 听说我们三个新人 只能留下两个 我可不想过不了实习期 他振振有词 和顾晓晓熟熟了后 我才知道 原来他家开了 本地最大的连锁超市 此外 房地产 餐饮等行业 他家也有涉足 每天中午 他给我订的餐 就是他自家饭店做的 不想欠他人情 每次加完班 我都会请他 在外面吃个饭 那天 我的车子送去保养了 晚上一起吃完饭 顾晓晓坚持要送我回家 在楼下同他道谢 我转身朝公寓走去 刚走到大门处 我正要刷门禁卡 旁边阴阴里 窜出一个人影 我吓了一跳 差点呼叫出声 林浩 是我 柳如烟的脸 从阴影中露出来 你怎么来了 不对 你怎么知道 我住在这里 我惊魂未定 大口喘气 对不起 吓到你了 他抿了抿唇 向这边的同事 打听了你的住处 本来想给你一个 惊喜的我私损片刻 我们已经分手 你的到来 对我来说 不是惊喜 他跨步向前 扑进我的怀里 他抬起头 熟悉的温热气息 淫满鼻腔 刚才那个人是谁 他鼻子嗡嗡的 嗯 哦 部门信来的同事 我带着在做事 我推开他 你是总监 还要亲自带新人吗 没办法 人手不够 那我再调几个 有经验的设计师 来帮你 别开玩笑了 总部现在设计师 也紧缺 我听师傅说了的 半晌 他没有吭声 良久 柳如烟才开口 好久没抱你了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只是一个拥抱 就能让我安心 真好 家里没有你的气息 到处冷冰冰的 我都懒得回家了 我天天发朋友圈装可怜 最到进医院 你也不心疼心疼我 没有你在身边 干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 连最喜欢的运动 都就不了我 我们不闹了好不好 我错了 不想跟你分手 我从未听过 他用这样脆弱的语调说话 带着委屈 和几分讨好 印象里的柳如烟 永远是高傲的 意气风发的 柳如烟 我感受到过夜色里 我望着他漆黑的毛子 曾经 你有过跟我分开的想法 你不爱我了他惊慌 不是的 那只是我一时的错觉 我以为 说着 他的声音滴下去 我以为我腻了 我们在一起太久了 久到我快忘记了 我们是在恋爱室啊 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还住隔壁 还没学会走路时 我们就被放在 同一块的垫上学爬行 从幼儿园开始 到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我们都在同一所学校 研究生也一同考 去另一所学校 这些年 我们从未分离过 我一时恍然 原来 目前为止 我的人生 都和柳如烟相交 就算和自己亲生父母 一直住一起 也会有科半的时候 更何况 没有任何 约束关系的恋人 所以 跟自己和解后 我也理解了 柳如烟说的腻了 感情不受人控制 我不能强求他 一辈子都爱我 永远不变心 我自己都不能保证做得到 又怎么去要求别人呢 你也说了 我们只是在一起太久了 刚刚分开 你一时还不习惯 以后 你会慢慢习惯的 不是这样的 我自己的内心 我自己清楚 就这样吧 以后别来找我了 我打开大门 从容脉步 将它关在外面 零号 她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我想你了 很想 我的脚步没有停顿 静止朝前走 柳如烟的时间 好像突然变多了 她每隔几天 就会开车来这座城市 美其名曰 视察分部工作 她一过来 公司就会组织会议 各部门领导 向她汇报工作 一次 开完会后 我们散去 只有她还坐在会议室不动 阮总监 她叫住最后一个 准备出门的我 能麻烦你帮我倒杯咖啡吗 她边说边揉着太阳穴 看上去很疲惫的样子 嗓音带着沙哑 好 我硬道 从茶水间端着咖啡出来 走到会议室门口 我愣住了 柳如烟靠在办公椅上 双眼闭合 呼吸绵长 她睡着了 我轻轻推开门 将咖啡放在桌上 正准备悄悄离开时 身后传来声音 谢谢我转过身 你好像很疲惫的样子 没休息好吗 她轻笑 你在关心我吗 嗯 昨天为了中东那边的新业务 熬了一个通宵 今天早上又开车两个多小时 赶过来开会 我想了想 真诚道 其实 分公司这边有总经理坐镇 不需要你这样亲力亲为 像是今天这个投标前期的讨论会 你也没必要亲自过来 干嘛把自己搞这么辛苦 为了能看你一眼 值得她轻声道 我一时耿住 那个 你现在状态不太好 要不要先回酒店去休息 我问 她摇摇头 没时间了 我现在要赶回A市 晚上九点的飞机 我要去中东出差 估计要十来天 想到这么久都要见不到你了 我才在今天赶过来一趟 看一眼 能让我接下来的十多天 有所慰藉 我叹了口气 何必呢 半个月后 柳如烟回来了 飞机落DA市机场 她连家都没回 直接从机场赶来C市 风尘仆仆到达公司时 正是中午 我和顾小小 正在公司的露台上吃午饭 我俩的有说有笑 被她的突然出现打断 刘总顾小小立马站起身 看看柳如烟 又看看我 那个 我先走 你们聊这丫头跑得太快 连刚吃了两口的饭 都忘了拿走 柳如烟在我面前坐下 半嗓没吭声 你吃饭了吗 我打破尴尬 虽然分手了 但她还是我老板 表面要尊重一下的 她盯着桌上 两个一模一样的饭盒 以及一模一样的菜色 眼底神色难辨 你们一起订的午饭 两久 她才开口 语气闷闷的 我笑道 有一次 顾小小看到我在办公室吃面包 就非要帮我订午餐 这是他们自家饭店出品的 味道挺好 我推辞过了 可她坚持每天订两份 丢了又可惜 她不说我的餐钱 我就每次晚上加班 请她吃宵夜 还她人情 你还请她吃饭 柳如烟语气不快 她请我了 我再请她 这很正常啊 请来请去 你们的接触不就变多了 你想什么呢 我瞪了她一眼 她是我徒弟 比我小五岁 在我眼里 就是个小朋友 可是 她看你的眼神 一点也不小朋友 柳如烟咬牙 女人最了解女人 你想太多 算了不说她了 我给你带了礼物 说着她将手里的袋子 递给我 是一块保释手表 据说是中东那边 曾经消失的 一个小国的国宝 颇有历史 柳如烟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男女朋友了 我站起身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不能收没有理会 她眼底一寸寸按下去的眸光 我收拾好桌上的饭盒 大步离开 隔天 公司发布了一则通知 总裁体谅分部员工的辛苦 奖励大家做出的业绩 决定提升员工待遇 为分部增加食堂 食堂菜色丰富 还比外面便宜很多 同事们都很开心 一上午 大家都在讨论这事 称赞刘总是最英明 最体贴的领导 我想到了那天 和顾晓晓一样的餐盒 以及柳如烟不快的表情 瞬间又摇摇头 不会的 再分部增加一个食堂 预算不是小数目 柳如烟是个合格的资本家 不会为了我 莫名让公司多出这么大一项开支 她不是这样的恋爱脑 正想着 柳如烟的电话打来了 C市的分公司去年业绩大幅上涨 总部这边正在讨论 提高员工福利待遇的事 我提议了建食堂 全票通过我还没出声 她就自行解释起来 这样 那丫头就没借口帮你订餐了 你也不用为了还她人情 请她吃饭了 皆大欢喜 她的语气里带着得意 怎么以前没发觉 这人还有这么幼稚的一面 周六的上午 我正在家里补教 柳如烟的电话把我吵醒 今天在家吗 在呀 怎么了 没事 就问问她挂了电话 我准备继续睡 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干脆起床去超市逛逛 买了些菜 回来自己做午饭 刚做好饭 哥们打来电话 猜猜我在哪里 她神秘兮兮 哪呀 我随口问道 你开门 我疑惑地走到门口 一打开 一大树香日葵堵在门口 surprise 哥们咧着大醉的脸 从花树后面冒出来 你怎么来了 我惊喜道 她举起另外一只手 提着的蛋糕 晃晃 生日快乐 我才想起来 今天是我生日 快进来 正好我刚做了饭 一起吃吧 我拉她进门 你还会做饭呀 我一直觉得 你是食指不沾 羊春水的大少爷 她满脸好奇 那我要尝尝你的手艺 吃饭时 爸妈也打来了视频 他们说 今天周末 想着我上午肯定在补教 就没打扰我 爸妈和哥哥 给我送了生日祝福 爸妈的生日礼物 很豪爽 直接是汇款 我哥更夸张 他说 在C市给我买了一套公寓 作为生日礼物 就在公司旁边的小区 兄弟说他羡慕极度恨 心里不平衡 要我出去陪他玩一天 才能抚慰他受伤的心灵 我含笑答应 来到C市后 一直忙着工作 也没时间出去转转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熟悉一下这座城市 我开车带着兄弟 直奔本地最有名的景点 兴奋地逛了半天 等我掏出手机 想拍照时 却发现口袋里空空 我的手机不见了 我记得 刚到这个景点大门时 我还拿出手机 看时间了的 所以 手机不可能是落在车上 要不就掉了 要不就被人偷了 兄弟总结 总之 找回来的机会很渺茫 我无奈点地点头 只能自认倒霉 晚上回市区 先去手机店买个新的 还好 家里人中午刚打过视频 下午应该不会再打来了 我说 一下午逛了好几个景点 晚上准备吃饭时 兄弟接到一个电话 说家里有点事 要先回去了 我把他送到高铁站 掉头去了一家手机店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买了手机 只能明天再去营业厅办卡 开车回家的途中 突然下起了大雨 我租住的地方 是个迷你小区 没有停车场 我在小区里转了半天 才终于找到一个停车位 停好后 赶紧拿着伞往回跑 走到家门口 我看到靠在墙上 浑身淋湿的柳如烟 看到我 他三两步冲过来 又想来抱我 低头看着自己滴水的衣服 他又顿住了 林浩 你去哪了 电话一直打不通 我快疯了 再联系不上你 我都要报警了 你不是说今天在家吗 我看着他这狼狈的模样 叹了口气 把门打开 你先去洗个澡吧 我找了一套 自己的宽松休闲服 递给他 浴室里传来水流声 我在沙发坐下 开始捣鼓新手机 浴室门打开 柳如烟穿着我的衣服 明明我穿着刚刚好 在他身上 却还是肥大了些 看着有些滑稽 他用浴巾擦着头发 在我身边坐下 发生什么事了 你的手机怎么关机 下午出去玩 手机丢了 刚买了个新的 还没装卡 我晃了晃手里的新手机 柳如烟松了口气 答应我 以后别让我找不到你了 打不通你的电话 你知道我有多慌吗 我忍不住猜测 你是不是遭遇了什么不测 你也知道 我勾起嘴角嘲讽 什么意思 总部发布我的调人通知那天 我就联系不上你了 打你的电话 永远是正在通话中 整整五天 你躲着我 不接我电话 不回消息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吗 柳如烟擦头发的动作停止 神情错愕 像是终于反应过来 他心虚地躲开我的对视 半晌 他语气愧疚 对不起 以后再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我保证 任何时候你打电话 我都立马接起 说着 语气又哀伤起来 你都好久没有主动 给我打过电话了 你不用保证什么 反正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提醒他 他垂下眉眼 零号 我在外面等了你五个小时 想给你一个生日惊喜 装可怜 转移话题 我无奈 下雨了 你不会找个地方躲雨吗 坐在车里也行啊 我不想坐在车里 也不想离开 怕你回来时 我错过了 只是淋了一会儿雨 有人开大门 我就跟着他一起进来了 只不过 你喜欢的向日葵毁掉了 蛋糕也不能吃了 还好 给你准备的礼物 完好无损说着 他拿出一串钥匙 我在幸福小区 买了一套房子 你搬过去住吧 这个小区环境不好 安全性也不高 你把证件准备好 下周我们去办理 过湖幸福小区 这不巧了吗 我摇头 不用了 我哥在这个小区 给我买了一套公寓 他懊恼 又晚了一步 这天晚上雨一直没停 柳如烟没有走成 我把床让给他睡 自己睡了沙发 第二天早上 我刚起床 他已经在厨房 忙着做早餐了 起来了 你去刷牙洗脸 我这边马上就好了 他边说边成面 这是我第一次 见他做早餐 没想到 手艺还不错 葱油面很香 我吃了一大碗 他很骄傲的样子 还可以吧 喜欢吃的话 以后有机会 我再给你做吃完饭 他主动收拾碗筷 刚洗碗碗 他的手机响了 怀州 对 我昨天没有回去 在C市 张总 今天吗 你帮我跟他解释一下 明天回去了 我请他吃饭 我的嗓音 哦 没事 可能有点感冒 今天没雨 你可以回去了 我看着正在忙着 回消息的他 他收起手机 雨掉委屈 你在赶我 我是怕扬州误会 误会什么 他忽然顿住 你不会以为我跟扬州 有什么吗 他不是你的白月光吗 你是因为他 才把我调走的吧 你在我这里过夜 不怕跟他不好交代吗 柳如烟茫然地看着我 什么白月光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调走你 是我昏了头 是我的错 我当时做决定的时候 并不知道他要回来啊 别装了 你以前大学时 就喜欢他不是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 柳如烟放下手机 一份要常谈的样子 说说看 我做了什么 让你有这种想法 我认真回想了下 好像他确实没有明着表达 对扬州的喜欢 可是 他当时的男朋友是我 如果真的说了喜欢别人 那不成了变心的渣女吗 虽然嘴上没说 但他在行动上可不含糊 我捋了下思路 认真盘点 有一天 我看到你在学校后门那里 排队买蝴蝶酥 以为是给我买的 还窃起来着 可是我当天并没有收到蝴蝶酥 却在扬州的朋友圈看到了 他说 是喜欢他的人买的 到现在 我还记得那条朋友圈的内容 想吃蝴蝶酥了 他居然愿意排队两个小时给我买 有人喜欢就是这么任性 那时候 大学后门的蝴蝶酥 搞什么限量供应 味道又确实好 每次都要排队等很久 很难买到 而扬州和柳如烟 都是学生会的成员 平时接触也多 我记得当时就质问了柳如烟 问他为什么给别人买蝴蝶酥 他却根本不承认 说我看花眼了 他没有排过队 柳如烟皱着眉头回想了下 我想起来了 他猛地坐着身体 那时候跟承宁比赛打羽毛球 我输了 要答应他一个要求 他就让我去排队帮他买蝴蝶酥 他喜欢扬州 就把蝴蝶酥送给他了 你帮承宁 那我问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死不承认自己去买过 那不是因为输球了 我觉得丢人嘛 他尴尬地笑了笑 你知道的 我爱面子 你是我男朋友 我怎么能让你知道我不辱别人 不过 就输了那一次 以后我可是都赢了 所以 这次误会是因为他的该死的胜负欲 等一下 承宁喜欢扬州 我怎么不知道 承宁是柳如烟的发小 一起玩到大 后来也跟我们在同一所大学 我们关系挺熟 他何止是喜欢 简直是超级舔狗 人家说什么 他做什么柳如烟吃笑 承宁刚追扬州的时候 就送了他一块名表 扬州把表收下了 却告诉他 还不想谈恋爱 只想专心学习 而且他不喜欢高调 不能因为被追求 而成为大家讨论的对象 承宁那笨蛋 就把这话奉为圣旨 坚决执行 还拜托我们几个 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 追个人还偷偷摸摸的 今天送个这 明天送个那 人家什么都照收 但就是不答应他 扬州说在学期间不谈恋爱 他就以为毕业了就能追上 结果 人家还没毕业就出国了 后来我才知道 扬州在国外期间 承宁还给他转过不少钱 费扬扬见了他 都得叫声大姐 我回过未来 猛然发现一件事 我明白了 承宁喜欢扬州 而扬州喜欢的是你 原来一切竟然是这样 我现在一切都知道了 可是我的心 再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去爱他了 误会之所以存在 也不都是承宁的错 扬州真正地喜欢的人 就是柳如烟 柳如烟被我吓到了 他不敢相信我说的话 只觉得我是在开玩笑 他的声调都变了 怎么可能 当年 我误会你喜欢他 还不止这一件事 有段时间 你换了手机壁纸 我无意间看到 扬州的手机屏幕 发现你们用的是 情侣壁纸 柳如烟并不知道这回事 是因为我从来 没有跟他说过 因为当时他对我的态度 冰冷至极 不管我说什么 他都觉得我是在骗人 你说的是那个 傻缺二次元的壁纸 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 是承宁的恶作剧 当时他把我们 整个宿舍的手机壁纸 都偷偷换了 全是那种 很沙雕的风格 我平时从来不换壁纸的 懒得操作 就放着没管 后来 你说让我换壁纸 我不是按你的要求换了吗 我点头 所以 又是承宁 那有没有可能 是扬州让他这么做的呢 等你换了壁纸 扬州再换了 跟你对应的情侣壁纸 并故意在我面前看手机 让我误会柳如烟愣住 我接着分析 而且 当初他发了蝴蝶素的朋友圈 我去找你对质 你不承认买了蝴蝶素 还说没看到 扬州发那个朋友圈 我又打开微信 发现那个朋友圈不见了 觉得可能是他删了 所以 你是真的没有看到 还是看到了 因为心虚 所以不承认 真没看到 太眼神肯定 生怕我不相信 我记得 你虽然不爱发朋友圈 但喜欢刷 你没看到 只能说明 扬州给那条朋友圈分组了 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 你分析的好像很有道理 柳如烟迟钝地点头 这才一点点相信了事实 那么 这次扬州来集团工作 是怎么回事 又是跟承宁有关 真的是承宁推荐的 我发誓 你也知道 承宁在我们集团 有点股份 他又是我发小 他来拜托我 让我给扬州一个职位 这点面子我得给 说着他忽然瞳孔放大 恍然大悟 最近我见扬州的次数很多 都是承宁约我 他跟着一起在 不过 他总是喜欢跟我聊天 有几次我都不耐烦了 他还直勾勾看我 我明白了 他知道你调走了 可能还从承宁那里了解到 你跟我说分手的事 他想趁虚而入 林浩 你得相信我 我没有被他诱惑 我甚至没有单独 跟他待一起过 我语气淡淡 相不相信也不重要 我们分手了不是吗 怎么又来 回去吧 你不走 我就去住酒店了 后来的一段时间 柳如烟每天都来找我 有时候约我出来吃饭 有时候给我发各种消息 虽然很多时候 我都因为工作 不搭理他的消息 但是我每天还是能 持续不间断地看到他 给我分享他的日常 看着微信上的那些照片 我想到了曾经那个卑微 喜欢他的自己 当时我也是如此 每天给他发各种消息 但是大多数都是石沉大海 记得有一次我胃病发作 痛到站都站不起来 我想去医院看看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两点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比较偏僻 所以来往很少有车辆 我痛得在床上打滚 当时的第一反应 就是打电话给他 但是柳如烟甚至没有接通 就挂断了我的电话 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可笑 我这座城市没有什么朋友 好像生活中只有他一个人 现在我生病了 脑中竟然一个能帮忙的朋友都没有 三个电话打过去 那边接通了 柳如烟冷漠的声音响起 这么晚了 你不睡觉打我电话干什么 你不会这么大了 还不敢一个在家吧 我一时语色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胃痛让我直不起身子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丑 可笑得令我心疼 刘总 怎么不喝酒了 是我今天找的小哥哥们 不符合你的心意吗 我可是按着你家那位的风格找的 我的脸色煞白 在我在家里被病痛折磨的死去 活来的时候 原来他就在外面过得灯红酒绿的生活 我和他的这么多年的感情 到底被他放在什么地位呢 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人 你大半夜打电话怎么不吭声 我大喘着气 用尽全身力气回话 我现在胃疼得厉害 你能把我送去医院吗 那边环境嘈杂 我不知道柳如烟是故意还是无意没听见我说话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这边吵你就不能大点声吗 算了 我看你也只是没事找事 我挂了 你没有什么要事别来找我 电话被挂断得很快 我甚至来不及反应 柳如烟没有给我任何说话的时间 他不在意我痛得打滚 也不在意我是不是会出事 在他眼里 我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玩具 只有在他无聊的时候 就会把我召唤 当他不需要我了 我就很快被他踢走 思绪想到这 我又回到现实 看着他现在给我发这么多消息 而我有一条每一条的回复 好像一切都不一样了 如果柳如烟的那些朋友看到 可能都会惊掉下巴吧 当时那个被他们嘲笑的舔狗 现在竟然站起来了 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柳如烟的附属品 没有自己的人生权利 我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柳如烟展开的 你不要给我发那么多消息了 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我怕我心又软了 但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 精力去陪他玩了 我的年纪也大了 家里催婚催得紧 父母对我这份恋情都不看好 他们不喜欢我这么自卑 追求自己的爱情 因为我家里的条件也不差 我的可选性也很多 如果不是我只要柳如烟的爱 他们能给我找到很多门当户对的对象 也不用我这么主动去追求 柳如烟沉默了很久 我才收到他的回信 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没感情了 但是我相信我能让你回心转意 麻烦你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重新去追你 我过去伤你太深了 我知道 我真的心里有愧 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去补偿你 如果是以前 我一定会非常高兴 甚至马上投入他的怀抱 和他回到热恋时期的状态 但是现在经历了这么多 我根本没心情去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爱一个人太痛苦了 我只会失去自己 周一早上 刚到公司 我就收到柳如烟的微信 我已经把扬州辞退了 坚决不给他接近我的机会 我还把承宁骂了一顿 他自己傻缺还连累我 林浩 我对其他男人都没兴趣 他又在表明他的决心 但是我真的没有一点波澜反应 我放下手机 继续工作 没回复柳如烟 却丝毫不影响他的热情 他每天都给我发微信 时不时一条小笑话 连看到一朵奇怪的云 也要拍照发给我看 到了晚上 他像汇报工作一样 把自己当天做了什么 吃了什么 玩了什么 都罗列出来 最后 他都会来一句 今天十点前回家 早睡早起 又打卡一天了 看着这样的信息 我只剩无奈 曾经 我百般洪流如烟 想要他早睡早起 因为他经常熬夜喝酒 还为肝和胃的问题 住过院 医生说他要好好养身体 可是 他完全不把我劝解的话 放在心上 我好说歹说 他都不听 后来我生气了 直接命令他 必须每天晚上十点前到假 到现在 我还记得当时听到这句话 他似笑非笑的眼神 仿佛在嘲笑我的自食甚高 你是我什么人 有什么资格管我 虽然话没说出口 但我体会到这意思了 那时 我对他的爱还没消退 看到他那个眼神 第一反应是难受 然后下意识不想惹他不开心 就再也不敢在他面前 用这种命令的口气说话了 他依然放飞自我 每天熬夜 跟朋友在会所玩到半夜 他自由自在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不用向任何人报备行踪 这两年 他渐渐不再把我的话放心上 不再把我的喜怒哀乐当回事 我只跟他一个人谈过恋爱 我不知道别的情侣是怎么相处的 刚发现他对我的态度变冷淡时 我是恐慌的 我怕他不再爱我 可是 在日复一日地被忽视冷淡 甚至冷暴力后 不知不觉 我对他的爱再慢慢减少 直到 一无所剩 我不再爱他了 我决定分手 如今 我离开他了 他却忽然记起了我曾经的话 并开始每天按照我的要求 早睡早起 受过伤的心无法康复 这种迟来的深情 不能打动我了 我也不稀罕了 就算他现在表明自己有多爱我 对我亏欠有什么用 之前的伤害根本不能弥补 我不会再爱他了 我也不敢爱了 周五的晚上 我再次加班 想着把事情都做完 周末两天可以回一趟A室 看看爸妈 忙完后都快九点了 我关电脑关灯 走到外间 顾晓晓也刚收拾好 他起身 师父 一起走吧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连续加班的原因 头昏昏沉沉的 出公司大楼下台阶的时候 踩到一小块西瓜皮 顿时天旋地转 还好顾晓晓及时扶住我 才免于我从楼梯滚下去 但脚腕的伤没躲过 一阵剧痛袭来 顾晓晓看我无法走路 送我到医院 医生说 轻微骨折 要打石膏 回家的计划泡汤 不想让爸妈担心 我没告诉他们实情 随便扯了的理由 说这周有事先不回了 打了石膏 煮了拐杖 行动不便 顾晓晓非要来照顾我 在他的各种死缠烂打下 我勉强答应 让他给我送一日三餐 师父你现在是孤家寡人 我反正闲着也没事干 我来帮你一下怎么了 可是 每次送完餐 他都赖在家里 磨磨蹭蹭 好半天才走 我现在才发现 原来走出去并不难 分手后 我也要学会走出 自己原来的生活了 认识新的朋友 并不是一件坏事 顾晓晓是真的很可爱的 小姑娘 跟她在一起 我总感觉自己 年轻了不少 周日中午 顾晓晓送完午饭 又顾忌虫师 想要留在我家 哎呀 师父 客厅的地 好像不太干净 我给你拖干净了再走 扫地机器人 还是太呆了 没法跟人比 然后 他拿着拖把 对着那一小快递 反反复复拖了 快半个小时 我再三催促 他才不情愿地 放下拖把 一步三回头地 朝门口走去 师父 你真的忍心赶我走吗 小姑娘扒拉着门 一副小可怜的模样 让我好不忍心 他怎么总是这么没脸没皮的 好像我的拒绝对他来说 起不到一点波澜 顾晓晓 我叫住他 我刚结束上一段感情 现在也没有恋爱的打算 而且 你比我小五岁 作为成年人 顾晓晓对我的殷勤 心思昭然若揭 我只是看她是个小姑娘 不好意思点名 才让她在我的生活中 上蹦下跳 刷存在感 我直接挑破 你现在能找到更好的 她肯定比我年轻 而且心里没有别人 所以不要在我这里 浪费时间 顾晓晓沉默几秒说 你前女友是刘总吧 我很奇怪 我和柳如烟的事情 怎么会这么多人知道 我以为我和她的地下恋情 只有柳如烟周边的 那些狐朋狗友知道 你怎么知道 就没见过 这么喜欢往分不跑的总裁 而且 她看你的眼神太明显了 我估摸着 设计部其他同事 也都看出来了 师父 你是不是要和她复合 我觉得你们不配 你要是和她在一起 还是会受欺负的 我和你在一起这么久 我知道你是个很好的人 我不想让你受伤 我不会跟她复合 还不带她高兴 又接着道 但也不会接受你 我现在只想搞事业 顾晓晓委屈地抿了名嘴 你拒绝你的 我追我的 别管我 说着赌气朝外走 我叹了口气 心想她只是小孩子脾气 等什么时候想通了 就会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刚走了两步 门铃响了 奇怪 今天是什么日子 竟然这么多人 来看望我这个病号 顾晓晓打开门 发现柳如烟站在门口 她很惊讶 想到之前 她听到的那些传言 她看她的眼神充满着不善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刘总 你来我师父家 不太合适吧 小姑娘说话直来直去 也没想过绕弯弯 我听着倒吸一口凉气 她知不知道自己是给谁打工 她得罪柳如烟 最后有她好果子吃 还真是仗着自己年轻 来整顿职场来了 柳如烟咬牙切齿 你怎么在这儿 顾晓晓得意洋洋 我来照顾师父 照顾林皓 师父脚踝骨折了 不是吧不是吧 师父还没告诉你 她受伤的事 她不跟你说 你都不知道自己主动来问她吗 柳如烟脸色铁青 她侧身挤进屋 快步走过来 林皓 你怎么伤这么严重 怎么伤的 医生怎么说的 要不要去住院 我抬头看向门口 小姑 你先回去吧 我和她有事要说 顾晓晓看到我失忆的眼神 才不甘愿地朝外走 师父你说过 不会开始一段新恋情的 你不会骗我的是吧 我会一直等师父的 我年轻漂亮 师父你一定要先考虑我 关门的时候 她还不忘丢下一句 师父 晚上我再来给你送饭啊 等门关上后 柳如烟突然在我身旁蹲下 看着我受伤的脚踝 眼神充满心疼 半嗓 她抬起头 眼神哀伤 林皓 我很难受 你受伤了 却没告诉我 以前 你有任何事 都会第一时间联系我 你把我当外人了 说着 她声音哽咽 我看着她这样 明明我已经发誓 不再爱她了 但是我的心 还是痛了起来 我这个人 就是恋爱脑晚期 我从以前 就经常被他们说 但是我甘之如意 怪我 这都是我活该 这两年 我太混账了 彻底量了你的心 现在我时常想起 这两年自己做的事 对你爱搭不理 接你的电话 看心情 收到你的微信 当作没看到 直到最近 你用同样的方法对我 我才能体会到 你当时有多难过 多伤心 我真是该死啊 怎么舍得那样对你呢 明明 我曾经下定决心 要尽我所能 让你幸福一辈子 我叹了口气 都过去了 以前的是不重要了 柳如烟面色痛苦 将头埋在沙发上 是我毁了一切 我原本可以很幸福的 零号 是我不惜福 从小到大 我过得太顺了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久 你对我又太好 让我一时忘形 忽略了你对我的重要性 我以为 是我腻了 想要离开你 呼吸点自由空气 我们从小到大 都没分开过 我意识想不通 因为自己失去了自由 等到你离开了 我才惊觉 自己有多离不开你 没有你 每一天都变得枯燥又漫长 我好像对所有事 都失去了兴趣 达不起精神 浑浑噩噩 就连牵扯了 中东那边 几亿的大项目 这样能让我兴奋的是 没有你在一旁分享 也变得索然无味 我白天想你 无法集中精力 晚上想你 辗转难眠 无数个夜里 悔恨腐蚀 煎熬着内心 当初自以为是的 把你调走 是我做过最后悔的事 身边没有你了 我每天发疯般地 想见你 这次你受伤了 送你去医院 守在你身边的是别的女人 你知道我有多嫉妒她吗 现在 我都不想回A城了 我怕离开后 那个顾小小会趁虚而入 她在你脆弱的时候照顾你 万一 你对她动心了怎么办 你这样优秀 除了顾小小 身边肯定也会有其他追求者 我当初是怎么放心 把你一个人 调往外地的呢 如果你在我身边 其他女人都不是威胁 我会把她们都赶走 可是 现在你我分隔两地 我每时每刻都在担心 怕有其他女人来对你献殷勤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零号 柳如烟忽然抬起头 哀求道 我们复合好不好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想再这样被反复折磨了 我沉思拜上 语气诚恳 感情这件事真的很奇妙 不受人的自主意识控制 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爱你 不论你怎么对我 我都舍不得离开你身边 但你知道的 柳如烟 我现在不爱你了 你懂那种感觉吗 就是 你再也无法牵动我的心绪了 我不会再无缘无故想你 你受伤了我不会担心 你累了我不会心疼 对于我来说 你变得和普通朋友差不多 所以 我不能勉强自己 和一个不爱的普通朋友在一起 柳如烟眼眶寒泪 求你别说了 我感觉自己在一寸寸被淋迟 你不爱我了 谁能想到会有这一天 曾经 我敢那样肆意伤害你 不就仗着你爱我吗 笃定你离不开我 永远不会放手 现在 我的报应来了 零号 你不爱我了 不和我复合是应该的 我只求你 不要这么快爱上别人好吗 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 让你再一次爱上我 我苍白笑了下 好像 我已经失去了爱人的能力 我现在 没有在和一个女人 发展亲密关系的打算 我只想好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这就是我现在最真实的想法 我只想好好搞工作 我的未来 恐怕不会再轻易去接触新的感情 那就好 柳如烟庆幸道 只要你不想发展新的感情 那我还有机会 后来的几天 顾月月仍旧没有放起来找我 她好像铁了心要追到我 但是 我真的不想开始新的恋情了 你趁着年轻 应该去考虑一下你的未来 我对你来说不太合适 而且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忘记上一段感情 我没办法去真诚地对待下一份 顾月月沉默了一会 后面叹了口气 我知道了 师傅 你还是爱留总吧 只要你喜欢就好 我只想要你幸福 少女的爱意真之热烈 但是给予到我 我却没办法回复 后来顾月月好像突然想通了一切 选择辞职 我和她回归了最普通的朋友身份 一年后 我辞职了 为什么 你是在夺我吗 我到底做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辞职 柳如烟问我 之前不是你说的吗 C市的分公司是你送我的跳板 既然是跳板 我当然能借此机会 跳往更高更好的地方 自己开设计工作室 是我早就有的打算 我不想给你打工一辈子 有自己的事业不香吗 而且 家里人都很支持我出来单干 我哥还给了我一笔创业资金 我不是责备你出来单干 0号 你明白的 你做任何事我都支持你 我只是有些受伤 你从未跟我谈过自己 对未来的规划没那个必要 我们已经分手这么久了 好聚好散不行吗 我才忍到 柳如烟像是习惯了我这样的说话方式 并没有生气 你哥给了你创业资金 我也给你一笔吧 创业艰难 尤其是初期 烧钱厉害 不用了 我冷淡拒绝 那个他迟疑了一下 你刚离开公司 顾小小也辞职了 他是要帮你创业吗 不是 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用担心 我真的没打算谈恋爱 我摇头 虽然他有过这想法 但被我拒绝了 我说 他也是正经富二代 家里不差钱 出来工作 是想趁着年轻 为自己的理想任性几年 他们家里人不会放他一直在外面的 他也要回去继承家业了柳如烟松了口气 不来你这就好工作室成立那天 很多朋友送来花篮 其中有两个花篮格外显眼 一个装满了向日葵 一个装满了小厨局 小助理问我 阮总 这两个花篮看着就不便宜 要不要单独收起来 不用了 登记一下 和其他花篮放一起吧 有几位朋友亲自来恭贺 他们也是我未来潜在的客户 我笑着走过去迎接 阳光迎面洒下 我的内心一片灿烂 过去的自己卑微像舔狗等待着别人的爱意 周围全是一些卑劣的声音 但是现在我只需要活出自己的人生 我的周围鲜花簇拥 我的未来一片明媚 全文完